第193章 笔制作凝形卷轴 上 抽搐 茗玉的身体和心都在抽搐 不信 我不信 茗玉狠狠盯视着周围晶的眼睛 似乎想要从中看出些什么 可惜 她什么也看不到 包括眼史在内 此时 彩彩公主已经脸色极其难看地 带着一众官员再次走了下来 原本她是想 这场赢了之后 请周围晶上台的 可现在看来 她却必须要亲自下来了 茗玉回头看了一眼 正在走近的彩彩 猛地深吸口气 低声向周围晶道 回头我去找你 说完这句话 她才主动走到彩彩面前 说了两句什么后 就一脸羞残地转身 去整顿自己的轻卫营了 她这轻卫营 想要重新恢复战斗力 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士气上的打击 长盛军一旦白了 打击可是相当严重的 茗玉要回去好好安慰 安慰他们才行 彩彩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后 才重新向周围晶走去 在她的美眸中 除了震撼之外 还带有几分金句 她知道 虽然这里有数千名 皇家骑士团的战士 可如果周围亲真的 要对他们这些人不利的话 他们一点机会都没有 作为一个旁观者 而且是在主席台上 观战的旁观者 彩彩看到的东西 甚至要比茗玉 这个指挥者更多 如果让她用一句话 来评论刚才这场战斗 那么 简单的几个字就能概括了 太可怕了 是的 刚才这场战斗 给她的感觉就是可怕 彩彩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恐怖的军队 虽然她没有真正上过战场 去见识万寿帝国雄狮 但她也可以肯定 哪怕是在万寿帝国 恐怕也没有多少 这样恐怖的战士吧 七百人 仅仅七百人 在爆发那一刻 所带来的窒息感 却像是百万雄狮一般 他们的战斗力 实在是太恐怖了 全体玉珠狮 这是彩彩心中完全肯定的 七百人中 除了那二百众骑兵 看不清以外 其他的五百骑兵 全都是玉珠狮 而那二百看不清的重骑兵 在战场上 所能发挥出的威力 甚至比玉珠狮 还要恐怖 碾压式胜利的对手 可是斐力帝国 最具战斗力的一支军队 可是 面对绝对的力量 却没有丝毫机会 就像之前周维钦 对神王那一战 这样的七百人 如果出现在战场上 那带来的结果 必定是所向披靡 中天帝国 怎么会舍得 将这样一支军队 交给周维钦呢 难道这是 浩渺宫的根本力量不成 此时彩彩的心 已经有些乱了 他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周维钦会底气那么足 会那样堂而皇之的 向他挑衅了 如果这七百人 真的是属于 天公帝国的力量 那么 他确实有这样的资格 虽然这七百人 还远不足以帮助 天公帝国复国 但有了这七百人 至少是让天公帝国 拥有了一把复国的钥匙 别说是克雷西帝国了 就算是百达帝国 在同等数量的情况下 也绝不可能挡住 这样一支军队啊 周维钦面带微笑地 迎上了彩彩 公主殿下 这第三场 应该是我们赢了吧 哦 嗯 彩彩回过神来 眼神有些复杂地 看着周维钦 这支军队 会一直陪伴你们复国吗 周维钦失笑道 这本来就是 我的军队 公主殿下 一定是忘记了 我的自我介绍 在下无双师团师团长 周维钦 兄弟们 告诉殿下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震耳欲聋的呐喊声 在下一瞬间响起 举 士 无 双 如果是在刚才 这一战之前 这样的口号 只会让眼前 这些斐力帝国官员 扑之以鼻 但在这一刻 这四个字 却带给了他们 更加深刻的震撼 举 士 无双 多么高傲的口号 可他们确实 有着这个实力 至少在彩彩的记忆中 从未有一支军队的战斗力 能够达到 如此恐怖的程度 突然间 彩彩全身颤抖了一下 无双师团 难道说 这样的战士 他竟然有一个师团那么多 这 如果真的是这样 看着周围青 似笑非笑的眼神 彩彩尽量地 让自己呼吸平稳一些 重新流露出 他那优雅高贵的微笑 虽然看上去 有几分勉强 但终究是没有太过失态 要是周团长 真的有一个师团 这样的战士 富国可期了 周围青毫不谦虚地 点了点头 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既然这第三场 是我们赢了 那接下来的第四场 就请公主殿下出题吧 彩彩心念电传 原本他已经想好了 如果第三场名誉赢了 他就可以重新 让之前那位天王级强者出战 毕竟 之前双方也没说过 不可以重复进行抵视 那样的话 最终自己一方 就能够以三比一获得胜利 可眼前的情形 显然不允许他这么做 如果他这么做了 就算赢了 那么 在接下来的第五场 周围青也要求重新进行 七百对七百的军团作战 谁能挡得住 眼前这无双师团 青咬背齿 才才想了想 道 周团长 之前我们的赌约 有些限制条款 我忘记说了 我们已经进行过的比试 就不要再重复了吧 周围青 此时已经是蜘蛛在握 赢了第三场 他就有了绝对的优势 能够决定第五场比什么 那是稳赢无疑 所以他也不介意 彩彩耍什么小伎俩 当下很是大度地点了点头 答应下来 他当然知道 这是彩彩 怕了他的无双师团 彩彩略微松了口气 奄然一笑 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周团长 应该还是一名名行师 既然如此 我们这第四场 就比制作宁行卷轴好了 只需要一张 哪一方制作的宁行卷轴 更高级 就为胜利 你看如何 周围青愣了一下 嘴角处略微有所牵动 神色看上去 更是带着几分古怪 公主殿下 莫不是斐力帝国 现在已经招揽了一位神师吗 彩彩翘脸一红 他以为周围青 是在讽刺他以倾国之力 压制他们这一个小使团 心中暗想 你把本公主逼到了这份上 我有什么办法 神师哪是那么容易招揽的 全大陆的神师 都是屈指可数 我们斐力 还没这本事 不过 宁廷御用宁行师 还是有几位的 韩潇大师 这一场就麻烦您了 随着彩彩的话语 从他身后众人中 走出一名看上去 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当此人刚一走出来的时候 周围青就是心头微震 这个人的目光很平和 却是根本就没看周围青 眼路思索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哪怕是对彩彩公主 也只是微微点了下头而已 对于他的相貌 周围青都没怎么关注 从这个人的眼神中 他立刻就看出 这是一个执着的疯子 类似的眼神 周围青曾经见过 凡是有这种眼神的人 那么 他必定在某一方面 有着极为执着的信念 并且为之努力终生 身外之事 全都不是他所注重的 用执着的疯子 来形容再恰当不过 这是一位宁行师 毫无疑问 他的执着也就在此处 那么 他在宁行卷轴制作方面的能力 绝不会差 周围青虽然自己 也是宁行师 但这些年以来 他更多的心思 都放在了修炼上 就算是云离 在宁行师方面的能力 都远远超过了他 要是他出手 也眼前这个人比宁行 那绝不是什么美妙的事情 毕书无疑 彩彩看向周围青 道 周团长 您是亲自赐教吗 还是柜团中哪位赐教 周围青笑了 他在听彩彩提出 这第四场比试方式的时候 之所以脸色古怪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就是他给彩彩准备的 第五场题目 从这方面来看 他们倒可以说得上是 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请公主殿下稍等 一边说着 周围青转身走向了那辆 坐有地府亚公主的马车 走到马车前 他十分恭敬地弯腰行李 师叔 要麻烦您老人家了 周围青是用传音方式的 以至于彩彩这边 是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但看他那样子彩彩也很奇怪 难道说 周围青要请地府亚公主出阵 还是在请示什么 马车内 龙氏牙没好气的声音传出 你这小兔崽子 这点小事 还要麻烦你师叔 断天浪悠然的声音随之响起 行了 龙胖子 别装了 我还不知道你吗 我要是不肯出去 你是不是要再下一场出阵啊 不过 围青 你可是我们这一脉 传成恨帝无环套装的弟子 师叔的恨天吾把套装设计图 将来也是要传给你的 在宁形方面 你可要加把金哦 没错 在这宽阔的马车上 坐的不只是地府亚 龙氏牙和断天浪也在上面 周围青就带几百人前来斐力帝国 龙氏牙是很不放心的 他也没什么事 索性就跟着来了 还把断天浪也拉来了 他嘴上虽说 不管周围青复国的事 但有他老人家在 周围青就相当于身边多了一尊保护神 这也是为什么周围青那么嚣张 这小子有底气啊 第193章 笔制作宁形卷轴 中 马车连掀起 断天浪一闪身 就从上面走了下来 断天浪一身简单的不一 除了干净以外 着实是挑不出其他什么优点了 看上去 就像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年人而已 他也没有显露出自己的实力 只是信不向前走去 周围青赶忙恭敬地在前面带路 对于这位师叔 他是发自内心的尊敬 踩踩看着这一幕红唇微章 甚至比之前看到 无双战士们强悍的实力 还要震惊 身为一名最纯粹的贵族 他对贵族礼仪 是十分看重的 周围青竟然从 地府亚公主的马车上 请下来一名中年男子 这叫怎么回事 要知道 名义上帝福亚 是周围青的未婚妻 而且 两人并未结婚 这马车上做个外人 绝对是余理不合 按照贵族礼仪 就算是地府亚的父亲 天公帝国皇帝 也不能这样与女儿同乘马车啊 断天浪在周围青的引领下 很快就来到了财财面前 对于周围青带来的这个中年人 财财是完全陌生的 他可不觉得这一场自己会输 从气势上看 眼前这个中年人 也没什么强大的地方 看年纪 还不如自己身边的韩潇大师 难道说 他在凝行卷轴制作方面 还能赢不成 要知道 韩潇大师可是天才 年仅45岁 就已经是一名宗师级凝行师了 不只是隶属皇室 同时也是财彩的御用凝行师 是财彩身边最出色的人才 当初他不知道花了多少心思 才请到这位大师 咦 正在这时 断天浪口中 发出惊疑的声音 看着面前的韩潇 竟像是认出了似的 而韩潇此时还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凝行方面的难题 只是 断天浪这一声惊疑 似乎将他惊醒了 下意识地抬头看去 彩彩在一旁微笑道 这位大师 你也认识韩潇大师吗 韩潇大师被誉为近50年来 最优秀的凝行师天才 本身拥有空间 风霜属性一株 年仅45岁 就成就了宗师级凝行师 周围青站在一旁 心中暗暗冷笑 彩彩这介绍 分明就是向他示威呢 断天浪听着彩彩的介绍 点了点头 道 已经成就宗师级了呀 真是不错 彩彩因为目光在断天浪身上 所以并未看到 抬起头的韩潇 看到断天浪之后 已经是张大的嘴 他那原本充满了 思索的淡漠眼神 此时此刻满是震撼和惊喜 不知大师贵性高明 彩彩很是客气地 向断天浪询问名字 无论是什么阵营 凝行师总是值得尊敬的 天宫帝国以前 可是没有一位 哪怕是最低级凝行师存在的 彩彩虽然不觉得 周围青能够请到 什么优秀的凝行师 但礼数上却是丝毫不差 正在这时 突然间就在彩彩身边的韩潇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砰砰砰地 就朝着断天浪 磕了三个响头 不屑弟子韩潇拜见老师 老师 您可是想死我了 一边说着 韩潇就那么跪幅着 向前爬动几步 一把搂住了断天浪的腿 涕泪横流 看那样子 似乎像是生怕断天浪跑了似的 彩彩的声音嘎然而止 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别说是他惊呆了 就连周围青此时也呆住了 断天浪轻轻地 抚摸着韩潇的头 微笑道 痴儿 痴儿 十年不见 你也已经成就宗师级了 起来说话吧 韩潇紧紧搂着断天浪的腿 却说什么也不肯起来 哽咽着道 老师 这次您说什么 也不能再抛下头了 您要是不答应我 我说什么也不起来 断天浪也是双眸微红 轻叹一声 双手搀扶着韩潇 亲自将他拉了起来 我答应你就是 一听这话 韩潇大喜过望 用手就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 结果他刚才磕头的时候 双手撑地 沾染了灰尘 这一抹 顿时弄了个大花脸 但是 却没有人会嘲笑他 因为每个人都能清楚地感受到 他那份对老师崇敬的赤子之心 不过 紧接着包括彩彩在内 斐利帝国的官员们 一个个都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对于韩潇 他们认识的人不多 可是 彩彩公主刚刚介绍过了 这位可是宗师级宁行师啊 一位宗师级宁行师的老师 那是什么级别 难道是 断天浪取出一块手帕 亲自为弟子擦干净面庞 而韩潇就站在那里看着他 只是一个劲的流泪 嘴唇颤抖着 眼中那份惊喜 无法掩饰 断天浪此时 也是十分高兴 扭头 向身边的周围倾道 围倾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你师兄韩潇 师叔的大弟子 也是我最优秀的弟子 当初 我自觉大县将至 所以才悄然离去 这孩子至情至性 就是怕他太伤心了 周围倾赶忙上前微笑道 师兄 你好 韩潇看了一眼周围倾 再看看断天浪 老师 他是 断天浪微微一笑 道 围倾也是咱们荔枝一脉的传人 要不是他 围师恐怕已经不再认识了 听断天浪这么一说 韩潇看着周围倾的眼神顿时变了 一转身 竟然扑通一声再次跪倒 就要给周围倾磕头 周围倾吓了一跳 他怎肯受理 赶忙搀扶住韩潇 师兄你别这样 断世叔能好好地活着 是我们同样的心愿 我可不敢鞠躬 韩潇一脸感激地道 师弟 老师说话从来不会夸张 他老人家说是你就得 就一定是你救的 大恩不言谢 说完这句话 韩潇转向踩踩 向他点了点头 道 公主殿下 我终于找到老师了 还记得当初 我答应做你的凝行事事 说过的话吗 当我找到老师的那天 就是我离开的时候 对不起了 说完这句话 他就那么直接走到 断天浪身边站定 一脸的恭敬和欣喜 彩彩站在那里张了张嘴 却终究没有说不出话来 他现在是毁的长子 都轻了 这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赌约输了不算 还赔进去一位宗师级宁星师 这叫什么事啊 不过 彩彩毕竟是彩彩 吃了这么大亏 他却依旧在很短时间内 就镇静下来 向断天浪微微行礼 见过大师 刚才晚辈真是失礼了 断天浪微微一笑 风轻云淡地挥了挥手 拉着寒霄的手 转身就走到一旁叙旧去了 根本就没接彩彩的话头 周围卿似笑非笑地看着彩彩 公主殿下 我们的赌约 是不是也该结束了 彩彩狠狠地瞪了周围卿一眼 周团长 刚才这位大师是 周围卿并没有隐瞒 呵呵一笑 道 就像你想的一样 彩彩脸色肃然 道 既然是大师光临毕国 无论如何 陛下也一定会亲自来迎接的 请周团长带着您的属下 先到宫廷会馆入住 稍后 我定陪同陛下前来 目的已经达到 虽然彩彩回避了输掉赌约的问题 并且将请出斐利帝国皇帝 归咎于神师利林 周围卿也不介意 他的立威目的已经达到了 这就足够了 周围卿的个人实力 背后隐约存在的天地级强者 中天帝国的支持 无双师团的强悍 再加上神师的存在 这所有的一切集中在一起 这样的威慑 已经足以令斐利帝国 极其重视起来 绝不敢再将周围卿这些人 当作王国奴来看待 而且 别人看不出天的神圣属性 那位天王级强者 又怎么会看不出呢 这可是来自雪神山的直系血脉啊 浩渺宫 雪神山 这水火不容的两大圣地 竟然都出现了对周围卿的支持 这份神秘更让人震惊 接下来的谈判 自然就容易得多了 周围卿凭借着漫天要价 就地还钱等极其无赖的方式 用了七天时间 从斐利帝国这边 争取到了足够的支持 蒂夫亚公主 只是在斐利帝国 皇帝陛下 亲子前来是好的时候 出面过一次而已 剩余的所有事情 都是由周围卿来完成的 而斐利帝国 这边的谈判代表 依旧还是彩彩公主 宫廷管役 周围卿志得意满地 站在房间窗前向外看去 此时 上官雪儿和天 也都在房间之中 这些日子以来 周围卿在大事上 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从震慑到谈判 他虽然年纪不大 但展现出的狡猾之处 就算是彩彩公主 那么精允的人 也是大为头疼 可是 在家世上 我们的周小胖同学 就悲剧了 上官雪儿 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你不是和天在一起 为了修炼吗 好 我也和你们一起修炼 顺便看着某人 于是乎 就造成了三人 同住一屋的诡异景象 在无双战士们看来 他们的团长 简直是太牛十三了 竟然是双飞两大 极品美女啊 绝对令人羡慕 极度恨 可只有周围卿自己才知道 他是生活在什么情况下 那用水生火热似的字来形容 绝不过分 天儿和上官雪儿 都不是那种牙尖嘴利的 可每天生活在他们那仿佛 能杀人的眼神中 而且还不敢和任何一个 过多亲热的情况下 要不是周围卿神经足够大条 恐怕他要疯掉了 第193章 比制作宁形卷轴 下 什么叫看得见 吃不着 周围卿是深刻地体会了 可他又有什么办法 他现在只能期待 什么时候上官兵儿和飞儿 甚至是小巫女来了 能稍微改变一下 这样的局面 现在 他对奇人之福这种事 是越来越不敢期待了 再这样下去 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嗨嗨 二位 你们在练眼功吗 周围卿靠在窗前 看着彼此对视分毫不让的二女 不禁无奈地感叹了一声 上官雪儿冷哼一声 你谈判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周围卿道 很快 有些事情 必须要落实了再走 而且 我还在等一个人 天儿道 那某些人 是不是也该回国去了 人家可是后秒功继承人 总是跟着我们夫妻 算怎么回事 上官雪儿冷冷地道 你们夫妻 你们正式成婚了 天儿哼了一声 道 等我们救出小胖的爸爸 妈妈就成婚 上官雪儿冷声道 那我也会把你们打散了 就算是结婚 也是我妹妹在前面 你只能作歉 你想打架吗 天儿猛然站起 怒视上官雪儿 上官雪儿不屑地哼了一声 就凭你 你 天儿眼看就要爆发 二女是谁都不服谁 要不是有周围卿在中间调和 他们恐怕早就打起来了 论实力 天儿原本是不如上官雪儿的 可最近这段时间以来 他和周围卿四大圣属性齐聚双修 修为提升速度比原本快了许多 而且对于自身的圣属性 也有了一些全新的理解 自然而然的 信心也随着实力的提升而激增 因此 他一点都不怕上官雪儿 周围卿身体一横 挡在二女中央 一脸苦笑地道 两位姑奶奶 同样的戏码 不要每天都来几次好不好 要不你们打我吧 成步 不行 这一次 上官雪儿和天儿 倒是很有默契 一口同声地说道 周围卿终于爆发了 这么多天他忍得实在够了 怒道 好 你们打吧 你们等着 要是有一天 我的实力足够同时战胜你们 我就把你们都封印了 换着强女杆 这一次 二女的回答有区别了 上官雪儿的回答是 滚 天儿 则是巧笑奄然地说了一句 好啊 一只手搭在周围卿的肩膀上 天儿痴痴笑道 小胖 要不要我帮你 他绝不是我们 两个联手的对手 我帮你把他那个啥了 看他以后还敢厉害不 现在要是不压制压制他 等他两个妹妹都来了 我岂不是要被他们欺负死了 周围卿的目光 瞬间转移到上官雪儿身上 喃喃的低语道 这个主意似乎不错呀 上官雪儿大怒 你敢 你要是敢和他一起欺负我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说完这句话 他自己也是翘脸一红 敢忙接口一句 菲儿和冰儿也不会原谅你的 天儿扑吃一笑 你不就是要对我和小胖捣乱吗 那好啊 老娘也豁出去了 你要看就看吧 一边说着 他充分展现出了受人的彪悍 竟然转身就去脱周围卿的裤子 你不要脸 风锐的剑气 几乎是瞬间就爆发出来 直奔天儿的手斩去 我 周围卿大惊失色 这剑气 要是一不小心 切到自己的重要部位怎么办 他也顾不上劝架了 一个空间平宜就闪了出去 正在这房间内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外面传来声音 团长 有人在使馆外面要见你 说是你的熟人 周围卿如获大赦 喃喃地道 别闹了 要办正事了 他终于来了 带他过来 时间不长 在一名无双战士的带领下 外面走近一人 此人身穿黑色长袍 头戴斗笠 看那样子 着实是有些不伦不类的 尤其是在他的兜里周围 还有黑纱锤下 明显是在隐藏自己的身份 周围卿虽然看不到他的相貌 却是笑嘻嘻地道 怎么这个时候才来 我可是等你很久了 清朗的男生从斗笠下传出 没办法 你们来的最初那几天 每天都有人在监视着 我不方便过来 谈判结束后 监视才撤除了 主要集中在你们士兵驻扎那边 我才找到机会过来 周围清呵呵笑道 坐吧 我的军神大人 黑衣人摘下斗笠 可不正是斐力军神明昱吗 明昱的目光很自然地 从天和上官选身上扫过 毫不掩饰自己的羡慕 你可真是有福气啊 周围清对这话总不能反驳吧 要不然 他的两位红颜之极 可就都要得罪了 只能微笑着点了点头 明昱淡然一笑 道 我也不都圈子了 直说吧 你打算光复天公帝国 是否需要我们的帮助 当然 这个帮助 肯定不会是无条件的 周围清也笑了 笑得很从容 如果是无条件的帮助 我就接受 有条件的话 那就算了吧 只要你们不给我捣乱 就行了 明昱愣了一下 他也没想到 周围清竟然会是这样的回答 一时间不禁沉吟起来 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周围清呵呵笑道 我为什么没有把握 我的无双师团什么实力 你也见过了 你以为我在蒙骗你吗 根本没那个必要 等我们的复国行动开始 你自然就会得到消息了 而且 你不要忘记 天公帝国存在 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我们是明显所向 这次 我又得到了斐力帝国在后勤补给方面的支持 复国并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吧 明昱眉头微皱 道 你就不想听听 我们的条件是什么吗 周围清摇了摇头 道 我这人 从不受人威胁 你们所谓的条件 对我来说 根本没什么意义 克雷西帝国 根本就没看在我眼中 我眼中的敌人是百达帝国 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们现在的总部 就应该在百达帝国吧 要说 你们和百达帝国之间 没什么关系 我才不信呢 只不过 你们还算明智 据我所知 和百达帝国之间的关系 并不算深刻 这样的话 我倒是不会 针对你们做什么 针对我们 你自问 有那个实力吗 明昱吃笑一声 周围清没有吭声 站在他身边 显得很乖巧的天儿却说话了 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实力 你们天邪教 现在在大陆上是什么地位 自己不会不清楚吧 其他四大圣地 没有联手剿灭你们 是因为我们雪神山的威胁更大 一个是没法联合 另一个 则是昊淼公 不敢轻举妄动 要是我们雪神山 来牵头做这件事 我想 昊淼公 绝不会反对 听到雪神山三的字 明昱脸色明显一变 扭头看向天儿 在刹那间 他突然想起 那天天儿所使用的 群体增幅技能 难道 那真的是自己猜测中的 神圣属性 那天明昱回去之后 立刻对当天的战斗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其中对周围清脚下的 六角神盲阵 和天儿的群体增幅技能 都询问了多人 最终得到的结论是 周围清的六角神盲阵 不可预知 而天儿的增幅技能 很像是传说 中雪神山的神圣属性 在得到这个结论后 明昱有些扑之以鼻 他自然是知道 周围清和昊淼公 有着那些奇妙关系的 怎么可能还有雪神山的人 在他身边呢 而且拥有神圣属性的 可是雪神山 直系神圣天灵虎一脉啊 可此时从天儿的话语中 他自然听得出 他话语中含义 怎能不吃惊呢 周围清身边的上官冰儿 在他得到的情报中 乃是昊淼公的三小姐 这另外一位 居然是来自于雪神山吗 无论明昱有多么聪明狡猾 在这一刻 他心中的想法 也已经完全被颠覆了 周围清黑黑笑道 不用奇怪 我孤家寡人一个 我们天公帝国 更是不属于任何阵营 我既不是昊淼公的敌人 为什么要做雪神山的敌人呢 你 你们明昱看看天 再看看旁边的上官雪儿 一时间 还真的有些不知道 说什么才好了 他发现 面对周围清 虽然这小子没说几句话 但这次他代表着天邪教的谈判 却已经明显落入了下风 明昱是一个从不认输的人 但周围清这么不按常理出牌 他也是大为头疼 上官雪儿冷淡的道 你只需要明白一点就行了 我们昊淼公和雪神山 虽然是水火不容 但我们对周围清 乃至于天公帝国的支持 却是共同的 这么说 你应该比较容易理解 明昱吞咽了口唾咽 眉头紧皱 露出思索状 周围清一点都不着急 老神在在地坐在那里 看看身边的两位美女 一时间也是大为满意 他这介事 可以说是用的炉火纯青 而不论是天 还是上官雪儿 在这方面 是不可能因为彼此之间的矛盾 就去影响他的 第194章 光复贤月城 上 这是正式 对周围清的支持 不只是因为他很可能 同时成为浩渺宫 和雪神山的女婿 无论是他所建立的 无双师团 还是他自己所展现出 那精彩绝艳的未来潜力 都是浩渺宫 和雪神山主动要拉拢的 所以才产生了 如此微妙的情形 明昱叹息一声 向周围清点了点头 道 好吧 你赢了 我可以代表天邪教 向你保证 在你们复国的过程中 我们绝不会为 百达帝国出力 希望由此能获得你的友谊 只是不知道 你们这次复国的终极目标 就仅只是光复天宫帝国 还是有更大的企图 周围清呵呵一笑 道 这个我说了可不算 要等我们天宫帝国的皇帝 陛下来决定 所以 一切先要复国再说 明昱心中暗骂一声 这混蛋 可真是滴水不漏啊 看来 不下猛钥匙不行了 周团长 我们的公事 先就说到这里吧 还有些私事 不知当讲不当讲 明昱的神色 已经恢复了正常 十分从容地说道 周围清愣了一下 什么私事 他心中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因为他从明昱眼底 看到了一丝细血 明昱呵呵笑道 也没什么 只是 周团长自己做过的事情 不会忘记了吧 虽然我也不知道 周团长当时修炼的是什么神功 可是为此 我们的公主殿下 付出了太多太多 难道周团长就不想找个时间 去看到我们的小公主吗 要知道 他回去以后 对你可是日思夜想啊 周围清身体明显一僵 同时也瞬间就感受到了 来自上官雪儿和天儿 有些不善的气息 君神阁下 你够狠啊 我们还是说公事吧 如果我肯让你来指挥无双师团 不知道你肯否离开斐力帝国 加入我们天宫帝国呢 周围清几乎是瞬间转移话题 而且他所说的 也是明昱最为感兴趣的东西 让他不得不随之转移心绪 明昱有些吃惊地看着周围清 你肯让我来掌管无双师团 周围清呵呵笑道 不是掌管 而是指挥 我相信 如果斐力军神变成我们天宫军神的话 无双师团在战场上 所能发挥出的战斗力 一定会更加恐怖 听他说完这句话 明昱的气息明显变得急促起来 身为一名指挥官 谁不希望能够指挥 当时最强大的军队呢 无双师团恐怖的战斗力那天 他已经看到了 要是让他来指挥 他深信 这支军队将在大陆上所向披靡 周围清紧接着道 而且 我现在也有些兴趣想知道 如果我要得到来自于天邪教的支持 将要付出些什么呢 明昱深吸口气 道 很简单 我们有两个要求 第一 是天宫帝国对我们天邪教的承认 也就是说 天宫帝国复国之后 不得将我们归类为邪教范畴 要承认 我们在大陆上的地位 这是首要条件 周围清呵呵笑道 我本来和天邪教就是朋友 当初还看过你们的邪点 这个条件我现在 就可以答应 我自己都拥有邪魔变 有什么可不承认天邪教的 明昱欣喜地道 周团长这么一说 那我们合作的可能性 就大得多了 第二个条件 就是希望在天宫帝国复国之后 能够为我们天邪教提供庇护所 让我们整体转移到天宫帝国来 听他这么一说 周围清却是愣住了 你们想做天宫帝国的太上皇 他怎能不明白天邪教是什么意思 毫无疑问 天邪教这是要充当中天帝国的浩妙宫 万寿帝国的雪神山那样的地位 天邪教最大的劣势 就是无根扶贫 没有国家的支持 这才大大的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选择那些大国是不可能的 目标放在小国上 反而比较现实 之前天邪教的目标 其实是克雷西帝国 只是克雷西帝国 受到百达帝国的控制太大 以至于天邪教几次尝试 都没能成功 毕竟 天邪教的实力 远远不能和浩妙宫和雪神山相比 要正面和一个大国相抗衡 那是不可能的 淡淡的光芒闪烁 周围清脸上流露出一丝冰冷神光 双手在胸前合拢 双眼微眯 眼神却明显有些不善了 明玉苦笑道 什么太上皇 我们天邪教 只是想要有个容身之处而已 你也知道 我们现在在大陆上的生活 多么艰难 绝没有间接控制你们天宫帝国的意思 更何况 我们也做不到 你的老师 可不是我们天邪教敢于招惹的 看明玉将天邪教 摆在如此弱势的地位上 周围清心中却是暗暗冷笑 是 现在或许做不到 但以后呢 如果让天邪教进驻于天宫帝国 无疑将会成为一个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毒瘤 等天邪教恢复了元气 谁能肯定 未来他们会做什么 看着周围清的眼神 明玉心中暗暗叹息 心想 这谈判 恐怕是没什么成功的机会了 周围清精明似鬼 想要让他答应这样的条件 真是很难很难 但是 令明玉吃惊的是 周围清竟然向他点了点头 脸上流露出一丝微笑 好 我答应你的条件 明玉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 你说什么 周围清向他点了点头 道 我说 我答应你们天邪教的条件了 很意外吗 明玉没有掩饰自己心中的想法 点了点头 道 确实很意外 以你的精明 这么轻易 就答应下来 让我有些不踏实 周围清呵呵一笑 道 你也不用什么不踏实的 我可以为你解惑 我之所以肯答应 出于三个原因 第一 我对天邪教没什么恶感 或许是我天生 拥有邪魔变的缘故 第二 我并不认为 天邪教未来会真的成为我们天宫帝国的威胁 因为 只要我们天宫帝国自身的实力够强大 就没什么可怕的 第三 有天邪教在侧 一个是对我们天宫帝国复国扩张 有很大帮助 另外 因为你们的存在 对我以及整个天宫帝国 都是一种鞭策 鞭策着 我们不能懈怠 周围清虽然是笑着说出这些话的 但是 他那话语中所散发出的强大信心 却听得名誉心神一阵荡漾 他竟然要将天邪教 作为自己的魔刀石 他说的没错 如果自身实力够强大 还用惧怕天邪教吗 至少现在 他身边有六绝帝君的存在 就不用怕 而且 未来的周围清 谁说 就不能成为像六绝帝君那样的强大存在呢 名誉战起身 竟然就那么向周围清微微躬身 我代表天邪教数百同胞 感谢周团长的大度 目前我们在明面上 还不能主动帮助你们复国 毕竟 这对你们来说并不是好事 但是 刚才周团长的提议我很有兴趣 不过这需要时间 等你们复国开始之后 我一定想办法做到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吧 告辞 说完 茗玉戴上斗笠 转身就向外走 周围清将他送到门口 茗玉在眼看就要下楼的时候 突然转过身向周围清道 记得 那个位置要给我留着 我很期待呢 哈哈 斐力军神走了 不过 接下来没多久 周围清的房间里 就热闹了起来 关于周围清和小巫女之间的关系 他也只能坦白从宽了 第二天一早 周围清起来之后 眼圈明显有些发黑 一脸黑线的下令 离开斐力 直奔原属天宫帝国方向进发 周围清带着他的无双师团 开始为了复国而努力 而整个大陆也并不平静 北方的万寿帝国 在结束了北疆战争后 倒是没什么变化 但是 大陆人类内部各国却并不是十分太平 其中 表现尤为明显的就是 最南方的丹顿帝国 就在周围清抵达斐力帝国的时候 丹顿帝国突然像其有色的邻居 也是大陆强国之一的格里菲诺帝国 发起了战争 战争开始得很突然 以至于中天帝国得到消息的时候 双方已经展开了大战 而最让中天帝国吃惊的是 格里菲诺在极短时间内 竟然已经被占领了 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要知道 丹顿帝国虽然国力要比格里菲诺强 但按道理也没有强到这种程度 可是 格里菲诺帝国却就是没能抵挡住 中天帝国和宝泊帝国派出的联合师团 抵达丹顿帝国进行调节这场战争的时候 双方大战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格里菲诺大片肥沃的土地 已经被丹顿帝国所侵占 根据中天帝国的调查 这场战争的起因只是因为一些边境上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已 丹顿帝国以报复为名义突然发起的战争 而很显然 丹顿帝国是早有预谋的 竟然在短时间内调动了上百万大军 在格里菲诺帝国境内横冲直撞 强行侵占了大片国土 从地理位置上 丹顿帝国位于大陆正南方 而格里菲诺帝国则位于中南 两国彼此交界 而在他们的北方 有着一片十几个小国与中天帝国隔绝开来 第194章 《光复贤月城》中 正是因为有着这些小国的阻隔 再加上丹顿帝国发动战争的突然 以至于 就算是中天帝国和宝珀帝国向有救援 也是根本来不及的 而丹顿帝国的西北方向 则是和百达帝国接壤 令人奇怪的是 丹顿帝国与格里菲诺帝国这边打得如此热闹 百达帝国那边却显得十分平静 似乎一切都与他们无关似的 最终 这场战争在中天帝国的调停下 终于是结束了 但中天帝国毕竟距离太远 没办法直接干预到这边 因此 战争最终的结果就是 丹顿帝国停止进攻 而已经侵占的土地归还一半 剩余的一半就归丹顿帝国所有了 而事实上 想要归还那一半可并不容易 丹顿帝国口头上答应了 可他们真的能做到吗 丹顿帝国的一次小事牛刀 也给中天帝国提了醒 这位于南方经营多年 从未出现在大陆战场上的强国 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安分了 这其中有没有丹顿帝国血红玉的作为 在其中谁也不知道 但毫无疑问 丹顿帝国在大陆上的整体实力 因为这场侵略战争再次提升 已经凌驾于斐力帝国 百达帝国之上 甚至略微超过了宝破帝国 有勤古的实力虽然不俗 但整体战斗力来说 却不如血红玉那么凶悍 丹顿帝国最大的优势 就在于他们的南方没有任何威胁 背靠大海 多年来的从容发展 令他们在大陆上的富裕程度 绝不逊色于中天帝国 浩渺宫 丹顿这是想干什么 上官天阅眉头紧皱 在厅堂中来回踱步 上官天阳坐在主位上 也是眉头紧锁 思考着 大哥 我们该怎么办 北方有万寿帝国这头老虎 现在南方的丹顿帝国 也要出来搞事 要不要给他们点教训 上官天阳看了上官天阅一眼 摇了摇头 道 怎么给他们教训 除非是我们浩渺宫出面 否则很难做到 我们一直都忽视了丹顿帝国呀 这次 他们展现出自己的獠牙 才让我们看到了丹顿目前的强大 格里菲诺的实力 你也清楚得很 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 就被攻占了如此广袤的土地 这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丹顿帝国强大的战斗力 一直以来 我们都认为 位于南方的丹顿帝国 和格里菲诺帝国都没什么威胁 毕竟 他们接触不到战事 根本没有练兵的机会 士兵的战斗力 和我们相比 远远不如 现在看来 我们错了 丹顿帝国的战斗力 远在我们判断之上 加上血红欲的暗中支持 才有了此次的情况发生 大陆近几年来 真是不平静啊 先是天宫帝国被灭 这次又是格里菲诺遭受攻击 再这样下去 不用万寿帝国来袭 我们自己就先乱起来了 现在的丹顿帝国 已经有些伟大不掉 我们的主要兵力 都集中在北方 而丹顿帝国屯兵超过百万 想要镇压 他们可并不容易 上官天悦也是叹息一声 是啊 现在想腾出手来很难 只是 我们就这么看着丹顿帝国 在南方乱搞吗 上官天阳眉头微皱 道 如果只是一个丹顿帝国 倒没什么 大不了 我们亲自出面就是 我现在就怕 不只是一个丹顿帝国在搞事 你没发现这次的事情 百达帝国平静的 有些过分了吗 同样是丹顿帝国的禁灵 他们竟然没有一丝表示 如果百达帝国 和丹顿帝国联手的话 那么 南方可就麻烦了 听上官天阳这么一说 上官天悦 也是脸色大变 大陆南方 如果百达帝国 和丹顿帝国联手 只要他们想做 在短时间内 就能将那十几个 散乱的效果平定 格里菲诺帝国 根本就对他们 构不成什么威胁 一旦两大帝国 将版图持续扩张 那么 将直接威胁到 中天帝国和斐利帝国 而中天和斐利两国的主要对手 都是针对万寿帝国的 一旦出现这样 南北夹击的情况 那才是真正危机的到来 上官天阳沉声道 把三帝叫来 我们必须要未雨绸缪了 看来 我们对周围钦的小家伙的支持 必须要加强才行 要让它成为一颗 锋锐的钉子 狠狠地从北方扎入南方去 斐利帝国南方 与原属天宫帝国接壤处 在斐利帝国边境 向西南方一百多里处 有一座小城 这座小城原本是属于天宫帝国的 名叫咸岳城 这座城市不大 但位置却非常好 背靠斐利帝国 右侧是连绵起伏的山脉 左侧则是天宫帝国境内 最大的一条河流经过 交通十分便利 因此 也可以算得上是 天宫帝国北方最繁华的一座城市了 城市内常住人口 约有二十万户 超过百万人 虽然城市规模不大 但人口密度 却在天宫帝国内 仅次于首都天宫城 和另外一座 位于天宫帝国西边的重镇 咸岳城外二十里处的一片森林中 周围青带着他的无双战士们 静静地潜伏在其中 人少有人少的好处 一共七百人 而且都是骑兵 从斐利帝国边境 悄悄进入天宫帝国 并不是什么难事 无双战士们都在原地休息 一道身影从外面急驰而来 直接来到了周围青面前 老大 哦 不 团长 我回来了 来人身材不高 但看上去却十分精干 一身不一的平民装扮 一直跑到周围青面前 才停下脚步 怎么样 寇瑞 咸岳城内情况如何 周围青笑盈盈地问道 这来到周围青面前的 正是当初 他在斐利皇家军事学院中的 同学寇瑞 天宫帝国使团出访斐利城 周围青提前结束了 与同学们的三年之约 将他们都带了出来 复国之战即将开始 他对人才的渴望 那是非常殷切的 寇瑞最擅长的就是斥候 但这还是他第一次 在实战中进行侦查 心中难免有些兴奋 团长 我详细地探查了 咸岳城的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克雷西帝国 根本就认为 斐利帝国 不会对他们发起进攻 咸岳城的防御 比我们想象中 要薄弱得多 城内驻军 只有三个赢三千人的兵力 而且在守城轮换的情况下 能够在短时间内 参加防御的不到一千人 都是克雷西帝国的士兵 一边说着 寇瑞蹲下身体 捡起一根树枝 在地上简单地画出 咸岳城内防御分布的情况 根据我打听到的消息 距离咸岳城最近的驻军 也要位于百里外 有一个师团的兵力 从得到消息到支援过来 最快也要两个时辰左右 寇瑞十分尽责地履行了一名 优秀赤后的侦查工作 而且 他只是将自己侦查的情况 详细地说了出来 却并没有给周围清什么意见 那不是赤后该做的事情 周围清想了想 道 情况既然已经探明 那我们马上行动 雷子 道 无双师团第一大队大队长雷子 一个剑步已经来到了周围清面前 他刚来时候的桀骜 早已经消失殆尽 倒不是说被打击得多 而是因为无双赢这种气氛 他太喜欢了 虽然训练十分艰苦 但无双师团给战士们的待遇 却是他闻所未闻的 最吸引他的 还是凝形 踏硬的资源 而且 对周围清这个团长 他现在也是心悦诚服 连九诸级别的天诛诗人家 都能搞定 这可是 雷子自问做不到的 雷子的实力 在无双师团 绝对是名列前茅的 就在不久前 他刚刚突破了七诸境界 成为一名下卫天宗 雷子 你选五十名修为高的兄弟 乔装打扮 进入咸岳城 我们在外面发动时 你负责带着兄弟们 开启城门 得令 雷子大喜过望 这开门红的好事他 可是再愿意不过了 不过是一座小城 对方全部三千士兵中 有没有御诛师 都不好说呢 身为下卫天宗 这任务哪怕是他一个人 他都有信心完成 更何况 还要带去修为最高的 五十名兄弟 周围青瞪了他一眼 道 不许大意 这一战极为重要 一点问题都不能出 你们不但要给我开启城门 而且 一个兄弟都不许受伤 否则 你就等着受军阀处置吧 事成之后 从那三千守军中 抢到的钱 你们五十个人 拿百分之五 雷子黑黑笑道 老大 你就放心吧 咱们兄弟都金贵着呢 就凭克雷西那群杂鱼 也想伤到我们 雷子去准备了 天儿很有些兴奋地 凑到周围青身边 小胖 待会儿你准备怎么攻城 周围青微微一笑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本帅自有妙计 半个时辰后 当无双战士们开始行动时 听着周围青下达的命令 天儿目瞪口呆地道 这就是你说的妙计 周围青下达的命令 无比的简单 就俩字 冲锋 周围青黑黑一笑 道 傻妞 很多事情 都是被人们想得复杂了 所以才变得复杂了 第194章 光复贤月城 下 周围青黑黑一笑 道 傻妞 很多事情 都是被人们想得复杂了 所以才变得复杂了 攻击这么一座 毫无准备的小城 还需要什么战术 我问你 他们的弓箭之类 能破掉我们的防御吗 不能吧 城门又从里面打开了 除了冲锋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在周围青的指挥下 无双战士们的行动开始了 狂战 乌京重骑兵在前方 450名无双骑兵在后 周围青从斐力城带出来的同学们 在最后面 这一战不需要他们参与 周围青要让他们先熟悉一下 无双战士们的战斗方式 同时也是向他们展示一下 无双师团的实力 咸越城 城头 一对巡逻的士兵 懒洋洋地在城头上巡逸着 名义上是每四个时辰 进行一个营的轮换 可实际上 同时负责防御的 能有三四个中队就不错了 大多数克雷西士兵 都在军营中休息呢 咸越城地处要冲 过往客商数量极多 有水丰厚 先不说上面拿的税收 但是他们这些士兵收的入城税 那已经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了 咦 你们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一名耳朵比较好使的士兵 突然说道 好像是有 轰隆隆的 打雷了 另一名士兵一边说着 还一边抬头向空中看去 这会是下午 天空中万里无云 天气好得很 连云都没有半朵 哪来的雨 克雷西士兵们心中带着疑惑 而那龙龙声 却是越来越明显了 骤然间 一名士兵脸色大变 难道是骑兵 就在他这句话说出口的同时 远处 一片夺目的光彩 在阳光的照耀下 已经谎花了他们的眼睛 那是无双骑兵们 太合金铠甲所反射的光芒 最前面的两百名重骑兵 更像是怪兽一般 急速前冲 独角兽的速度 岂是普通战马所能相比的 哪怕是 承载着上千斤的狂战 乌鲸两族战士 他们的速度 依旧要比普通战马快得多 第一 嫡系 凄厉的呐喊声 在城头响起 警报声也随之轰鸣 一时间 城头上一片慌乱 自从占领了天宫帝国之后 这些克雷西士兵们 在咸岳城安逸得太久太久了 这突如其来的骑兵 立刻就令城头上乱了阵脚 一名中队长还算冷静 别慌 赶快用手成弩 弓箭手 快 让下面的兄弟们关城门 就在他一连串的疾呼声中 突然间 一名士兵的眼睛突然直了 指着天空 那 那是什么 几时到身影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出现在空中 他们倍声双印 而就在这时 一道道死亡之时 已经从天而降 只是一轮骑射 城头上八座守城弩旁边 就倒下了一片 反应快的克雷西士兵们 赶忙拿起他们手中的弓箭 朝空中射去 可是 别说他们的弓箭射程不够 就算能够起急 又怎能破得了 无双战士们身上的 太和金甲咒呢 为了稳妥起见 为了不让守城弩产生破坏力 周维钦特意派了50名无双战士 化身无双空军 给予城头沉重的一击 与此同时 下面城门处也已经乱了 雷子带着50名无双战士 如同砍瓜切菜一般 清扫掉了城门的克雷西士兵 50名御诸师 这是什么概念 这已经相当于天公帝国 原来全国的御诸师总和了 对付普通士兵 绝对是大才小用 哪会有半点悬念 周维钦的声音 在每一名冲锋的 无双战士们耳中响起 都给我听清楚了 入城之后 除了克雷西士兵之外 不得杀戮 抢劫 否则军阀处置 不是老子不尽人情 这是老子的祖国 等我们复国之后 反攻克雷西 甚至是百达帝国的时候 有你们抢的机会 给老子冲进去 敢阻挡者 格杀勿论 空中的压制 城门处的控制 令无双战士们 根本没有遇到太大的阻挠 零散的弓箭 对于他们来说 只是个笑话而已 前面的重骑兵们 连武器都懒得抬起来 任由克雷西士兵社 等到贤越城城防军 得到消息赶过来时 周围青率领着他的无双师团 已经冲入了贤越城 接下来 完全就是一场 单方面的屠杀了 对于这些侵占了 自己家园的克雷西人 周围青绝不会有什么 手下留情的想法 来一个生一个 来一双杀一双 连万寿帝国士兵 那么恐怖的战斗力 在无双师团面前 都要杀鱼而归 更不用说这些普通士兵了 半个时辰 只用了半个时辰的功夫 贤越城内的克雷西守军 被击毙千余人 剩余的全体投降 寇瑞 严哲西这些从斐力城 跟过来的皇家军事学院 高材生们 看得那叫一个目瞪口呆 这场战斗 完全颠覆了他们多年来 在军事方面上的学习 就像周围青对天说的那样 这是一场没有战术的战斗 简单 直接 正面突破 结果是完胜 毫无悬念的完胜 正所谓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周围青用行动向他们证明了 跟着哥没错的 解决了守军 周围青立刻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 关城门 四处城门各自去五十个人 给我守好了 不得让一人出城 雷子 你带一个小队的兄弟 去一趟城主府 把贤越城的官员 都给我带过来 在行动过程中 你们都给我喊一句口号 有多大声 就喊多大声 就喊 地府亚公主 带领天公帝国无双师团 光复祖国 天公归来 早在当初无双营 组建起来的时候 周围青就开始未雨绸缪的 替未来做准备了 天公帝国虽然不大 但城市也还是不少的 这贤越城 就是周围青精挑细选而来 当然 前提是 他能说服斐利帝国的支持 这样一来 贤越城背靠斐利帝国 没有后顾之忧 一切也就容易得多了 无双师团 虽然实力强横十分风光 但也有他的弱点 那就是 没有后勤补给部队 在中天帝国西北大营的时候 这一点自然是显现不出来 有西北大营的支持 后勤补给不算什么问题 但复国就不一样了 总不能指望中天帝国 给他派一批后勤补给军队过来 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 别的不说 每天这吃饭 就是个不小的问题 因此 周围青的第一个计划 就是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根基 先解决了后勤补给问题 同时招告天公帝国全境 招揽天公帝国分散于各地的将士 再徐徐徒之 根基稳固 后续的计划 才能更加顺利地实行 而他刚才下达的这些命令 可以说是十分神妙的 不让人出城 那是为了延缓敌军的到来 至于那喊出来的口号 自然是为了安定民心了 毕竟他手中只有这七百人 如果用来维持秩序 还是比较不足的 总不能让乌金族和狂战族的战士们去吧 他们那块头 吓得把人吓死了 还是喊口号比较有用 毕竟 天公帝国被克雷西帝国侵占的时间 并不算太长 天公帝国对平民一向十分和善 周围青相信 天公还是民心所向的 攻破一座城市 对现在的无双师团来说 简单得很 但经营一座城市 并且将其作为稳定的大后方 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周围青一点都不着急 他现在带着这七百无双战士要做的 就是稳固好防御 同时散发出天公帝国公主蒂芙雅 带领大军复国的消息 连通与斐利帝国之间的补给线 把这些都做好之后 再说整体复国 突然遭受到攻击 平民们得到消息 毕竟要慢一些 绝大多数人都是听到那些粗豪的声音 呐喊口号的时候 才知道贤岳城被攻击了 天公帝国公主殿下蒂芙雅 带军光复帝国了 这个消息在极短的时间内 已经传遍了贤岳城大街小巷 效果比周围青预料的还要好许多 时间不长 整座城市就已经平静下来 并没有任何闹事的事情发生 只不过家家户户都是门户紧闭 生怕被战争波及 在周围青的严厉命令下 无双战士们除了守卫城门以外 那三千名克雷西士兵就是例外了 除了缴械以外 他们所有的金币也都被收缴了上来 周围青一点没留 全都分发给了手下战士 无双营乃是痞子营出身 虽然现在已经不需要依靠利益来收拢人心了 但这待遇还是要有的 贤岳城城主以及一众官员被带到周围青面前 周围青简单地了解了一下贤岳城的情况后 立刻下令将这些官员全都关押了起来 同时张榜贴出告示 告示很简单 将所有贤岳城官员的名字进行了列表 由专人负责登记 人游平民们举报 评价好的比坏的多就留用 坏的比好的多杀 就这么简单 管理城市周围青步行 而且这贤岳城中的官员 也不都是来自于克雷西帝国 绝大部分中层官员还都是原本天公帝国的 他需要的是整座城市良好的运转起来 而不是简单的占领 同时 告示上还宣布了一条消息 贤岳城全体免税一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